点下一个问题 他请问老法师 做义工的天数多少 是否会影响义工本身往生进土 因曾有为义工说 做义工没有时间念佛 所以做义工过过都不能往生 有些人听到这些话 就不想再做义工了 请老法师开始 没错 做义工如果着像 他所修的是佛报 他不是学佛 那真正是求往生 也是一样可以做义工 那做义工说他心清净 他是真的来做义工 就像六祖讲说的话一样 不见世间苦 他在这个团体里面非常红 绝没有多言多语 你看 惠能大师 当年在黄梅五祖的道场 做八个月的义工 那你们听到谈虚法师 跟我们讲基罗斯 那个秀武法师 那是做一辈子的义工 你看他最后往生多自在 都潇洒 不认识 人非常老实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别人都不会 那么一出家之前 他做泥水酱 是做苦工的 出家之后说 道场里面所有粗重的工作 别人不愿意干的 他干 这个种菜 这个清洁卫生 他搞这个 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 他做 没有一丝毫愿意 从来没有给人争执过 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 他心里面没有是非善悟 只知道的时候 为大众服务 照顾大众生活 自己做工也念佛 心里佛号从来没中断 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殊胜 帝先法师赞叹 帝老家讲的 这个国内也这些道场 方丈住持 讲经说法的法师不如你 这真一天不强 日志时志 自在往生 没生病 谁的义工要慧祖 都不强